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这个岛上有看到一个小威尼斯的场景 这个小威尼斯就是说 这里的地方类似威尼斯的景象 所以这个海边就有马车 那我看到有两台马车空荡荡 没有人在那边坐 他可能在等待的客人来 那我们想这个马车就是观光用的 就是说你是群里去的时候 你可能两个群里都坐一台马车 然后绕了一个港区绕了一下 然后一方面心形风景 然后一方面就谈情说爱 那我是用马的观点 我就用马的观点 我用旦行 我的心情是用马的观点 我在这个地方 我在等待 等待情人来搭我的车 然后另一方面 我在等待为赚一些钱 就老板奉老板的命 赚一些钱 因为马它是供主人来使用 所以这一只马每天偷车 是为了老板 他们家里的生计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东西 这个观点是用马的观点下去 所以我们在写尼伦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写诗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泥轮化嘛 你可以把自己设想说 一只牛或者是一只马 或者是一只老鼠都可以 所以写作方式非常多 所以我这一首诗是透过 这个马车在等待的过程里面 我去讲 讲这个 这只马在为这个主人偷车 然后为情侣偷车 老师在小时候台湾生活的经验里面 有相关的经验 我也是骑牛 因为小时候我们就去水锅旁边放牛 放牛的时候有一些牛是可以骑的 水牛可以骑 但是防牛你骑上去的 它就会跳起来 那我小时候曾经有过一只骑牛 然后把牛的绳子绑在腰上面 然后那只牛跳起来之后 我摔下去了 然后被那只牛拖到一直跑 这样的情境 这样的情境让我们想说 牛马 牛马都是为人家偷车 或者是说做苦工 所以我是用这种心情去写这种事 所以虽然在旅游 我们也会想到一些动物 比方说我们市场看到人家在 弄马戏的时候 看到那些动物为人表演 耍猴子 这些东西很多 所以其实我们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看什么东西 就看我们有所想象的东西 然后你在拍照的时候是 有趣味性的 有意义的 或者是说这个场景 台湾是没有这些避望找到的 所以我们把它拍摄出来 然后以后回来 慢慢去思考 慢慢去想 长度的部分 老师会去想说 结构或是长度要怎么办 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说用八句就够 因为诗就精简 假若是只是要书写一个点的感受 十七八句就够了 不一定要太长 因为你太长流于解释 诗不是解释 诗是透过意象 每一个意象你要去思考 比方说这里面有说 为重感味点的爱人 其实是两个情侣来 来这边坐车 马的观点是为了爱人在走 所以说 拼命的拖车是我在拖车 为我们的老板 他们的大小小 就是说我的老板家里的大小小 就靠了我来拖车来赚钱来养活他们 所以你要用意象去想 所以这个漂亮的风景的背后 它有一些我们生活的一个情景 但 在世间 为生我 拖着拖车 为 藤甘密典的爱人 为我们老板 他们家的大小 拼命 拖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密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